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社会未有因应文化差异 为亚裔人士 特别是女性 长者和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士提供协助 有见及此 委员会决定成立独立的社区服务中心 在1983年夏天 Chinese Social Service Center正式成立 更邀请到参议员Ron Winden先生和前国会议员Edge Green女士 在开幕式典礼上致辞 我们的梦想成真了 中心起初规模很小 开设在教堂的地库 只有600平方尺 1.5名支援 在2002年 中心注册名称改名为Asian Health and Service Center 从那时起 我们致力为所有亚裔人士服务 各位今天认识的中心位于波特兰东南部 面积12000平方尺 另外 在Beverton及市中心均设有办事处 和在东南区Woolstock的育苗学前双语融入学校 现时共有40多名职员 超过1万名来自华裔 韩裔及越南裔的会员 透过我们建立的综合整权服务模式 包括文化色彩丰富的社区活动 公共健康推广及精神健康诊所 中医及自然疗法诊所 今天是值得庆祝的日子 我要向各位宣布 我们将会在Lens Town Center地区新建新中心大楼 新的综合服务大楼有3万平方尺 设置有提供医疗及行为治疗的诊疗室 多功能小组班房和团体治疗室 还有一个6000平方尺多功能大厅 可提供健康教育课程 运动班 长者午餐 及作为社交聚会及社区文化活动使用 新建设有亚裔癌症资源及互助中心 中心发展成功 但我们真正的成功是为个别人士和他们的家人服务 能够为他们服务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会连同波特兰市发展局 波特兰市中心 波特兰市政府及迈诺鲁马宪政会 和多个基金会及商业机构携手合作 更希望得到大家支持 新建造的中心大楼不单服务亚裔人士 更会服务所有林社 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 我们的目标是为我们的子子孙孙 修建新的大楼作为桥梁 贯通亚洲及美国两种文化 我们邀请您一同参与这个新计划 请填写认捐表格或登入我们筹款网页 www.ahscpdx.org 共商善举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